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藏到身体的阳气呢 则是要滋养五脏 倘若这个节气 阳热得不到收藏 或者收藏的少 来年春夏 身体也会多虚多病痛 历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 中医学认为 这一个节气的到来是阳气浅藏 阴气盛极 草木凋零 折虫浮藏 万物活动趋向休止 以冬眠的状态 养精蓄锐 为来春生机勃发做准备 历冬后呢 我们应该注意养生藏精 冬季养生应顺应自然界必藏之规律 以脸因护阳为根本 在精神调养上 要做到控制清智的活动 保持精神情绪的安宁 寒而不漏 避免烦扰 使体内的阳气得以浅藏 生活作息呢 寒冷的冬季不要因扰动阳气而破坏人体 阴阳转换的生理机能 因此呢 早睡晚起 日出而作 保证充足的睡眠有利于阳气的浅藏 阴晶蓄锐 而衣着过少过薄 室温过低 急易感冒又耗阳气 反之呢 衣着过多过厚 室温过高 则奏礼开泄 阳气不得浅藏 寒血易于侵入 所以 黄帝内经说 东藏 冬为阴中之阴 冬夜为阴中之阴 秋冬 阳阴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而一天中的冬天 是从晚上的二十一点开始的 所以 冬日要睡得早 起得晚 早睡晚起 必带日光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睡补 俗话说 睡眠是第一大补 古代养生家讲 睡觉为养生之首 一夜不睡 百日补不回来 睡觉是人修生养息 养精蓄锐的过程 是收藏 吸收能量的过程 白天呢 则是能量释放的过程 一张一池 阴阳和谐 立冬后 游记熬夜 小孩子冬夜 不宜晚于二十一点入眠 要经常熬夜的 建议呢 你把子时 也就是二十三点到凌晨一点的觉 一定睡好了 然后早起几个小时处理事务 二十四小时对应二十四节气 晚上九点对应立冬 这个点以后不宜剧烈运动 秋冬尤其要注意 切记 跑步最好跟随太阳升起的节奏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最直接的补养法 冬日晒太阳 盛四喝参汤 冬天寒邪猖狂 喜欢趁人不备侵入体内 中医认为寒为阴邪 易伤阳气 白天上班容易疲惫 晚上睡觉手脚冰凉 暖不热被窝 这都是阳气不足的表现 寒邪入侵 阳气就会损耗 新尘代谢的能力就会变弱 也就越白越怕冷 补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就是晒后背 这个方法是列子推崇的 复日之宣 就是背日光而坐的意思 日清风定就南窗下 背日光而坐 列子所谓复日之宣言 脊梁得有微暖 能使遍体合唱 日为太阳之精 其光壮人阳气 极为不易 人体的后背是多条经络的必经之处 后背经过阳光的照射 背心暖和的 经络也更畅通 阳气也就被变得更足 立冬一个节气晒下来 你会发现 疲劳感慢慢的消失 白天精力充足 晚上睡眠状况也会变得好 立冬日不慎日 立冬的到来是阳气潜藏 阴气盛极 草木凋零 折虫浮藏 养精蓄锐 为来春生机勃发 做准备的世界 中医认为呢 寒为阴邪 常伤阳气 人体的阳气 好比天上的太阳 赐予自然界光明与温暖 失去它 万物无法生存 同样呢 人体如果没有阳气 将失去新陈代谢的活力 所以呢 立冬后的起居 调养 切记养藏 饮食调养 要遵循 少时生冷 也不易燥热 可以使用一些 滋阴补肾的膳食为意 同时呢 也要多吃新鲜蔬菜 以避免维生素的缺乏 一年 在这两天补肾 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立冬 更是炖汤进补 开始的最佳时节 冬天呢 有两次吃羊肉的大日子 一为立冬 二为冬至 在这两天补肾 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喜欢肉食的人 可以吃小茴香菜 温补肾羊 从今天起 煲汤时 可以放胡椒粉 引火归原 立冬补肾羊 羊肉汤 羊肉性温热 秋冬时用 意气补虚 抗寒 尤其是和瘦弱 怕冷的 虚寒体质的人不易 温补肾羊 经常感觉体力不吃 疲劳感重的人 要尤其补一补 但如果身体怕热 肠大便造结 要少吃 虚火旺的 可以加萝卜炖 秋冬吃萝卜 可清除滞留在体内的虚火 炖羊肉时 要加点白萝卜 润肺 中和羊肉的热性 搭配胡萝卜 可不需意气 当归羊肉汤 原料 当归三浅 生地三浅 羊肉500克 生姜6片 白玉萝卜 胡萝卜 各一条 胡椒适量 葱三根 做法 中药烧浸泡 羊肉洗净 切快 制加了 葱 将米酒沸水中 烧滚片刻 再洗净 一起与生姜下砂锅 加入清水 2500毫升 大火滚沸后 改纹火 煲约两个小时 下盐便可 功效 羊肉有益气不虚 补肾壮阳 生机健力 抵御风寒的功效 补红汤 脸色不好看的人 补雪芳 冬日常会脸色不好 尤其天一冷 会觉得灰灿灿的 可以喝来 补肾养盐 一般体质都可食用 材料 黑豆一两 红枣五到十个 枸杞三浅 红皮花生米五十克 桂圆十克 水十碗 做法 首先把以上五样 用清水洗净 把砂锅呢 放入适量的水 加入食材 煮到豆子软烂 加入红糖 小火持续 煮个十分钟 就可以了 最后呢 撒入枸杞 焖一下 集成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 记得免费点击订阅 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或者脸书 三位书找我 志恒陪您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